第一时间今日关注 北风嗖嗖瓜 大雪降温 我省江营入冬以来最冷天气 降雪比较强的区域 应该是在大连北部到盐口 遥遥爱上这一带 任性老司机 无证驾驶二次饭式 家人装病打掩护 那个医院抢救和检查 什么毛病没有 危难险身手 男子旅徒劳顿突然疾病 急救员一颗糖化险为夷 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这个难受 看不见 视角超震撼 无人机掠过火山口 从空中拍下火山喷发过程 拯救发际线 脱发门诊90后占一半 怎样做才能解决问题 中间的高方如果辨证得好 一圈过去还是不错的 把握第一时间 拥有美好一天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早新闻第一时间 我是鲍磊 各位早上好 我是方亮 今天是2018年的12月6号 星期四 农历10月29 今天早上一出家门 这个冬天 咱沈阳第一场像样的雪 终于如约而至了 也终于配得上银状素果这几个字了 终于对着起咱们东北的冬天了 等了太长时间了 咱们终于可以是堆雪人搭雪仗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不过这场雪对于早高峰 可能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各位小伙伴 该早出门的时候 该收拾时 马上就准备一下 而且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小心慢行 因为今天早上 你看我大概14点50分左右 这个路上就已经有交通事故发生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而且这个雪后降温 这个什么大棉袄羽绒服 赶紧都武装上 棉裤 否则那可就是谁冷谁知道了 接下来咱们还是关注天气 你看这几天 我们终于是体会了一把冬天的感觉 北风嗖嗖起气温刷刷降 这大街上的行人也都穿上了 后棉袄羽绒服 不过这场降温还没有结束 随着一场降雪的到来 那我省各地将会陆续降至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温度 受冷空气影响 从昨天夜间开始 我省大部分地区迎来一次强度较大的降雪过程 降雪比较强的区域应该是在大连北部到银口 辽阳 安山这一带可能会出现大雪 现在看你不排除局地会出现暴雪天气 那么其他地区都是以小到中雪为主 不过这场降雪来得快去得也快 今天傍晚前各地降雪就将结束 不过之后 我省各地的气温将会下降4到6摄氏度 最低气温出现在7号和8号早晨 大部分地区都将会跌至入冬以来的最低气温 最低气温 北部地区像福顺 包括铁岭这一带吧 可能会达到零下20度左右 那么南部地区像大连丹东 包括葫芦岛这一带 最低气温可能也是在零下10度左右 那么其他大部分地区都在零下15到20度之间 降雪降温的同时 还会伴有最高6级的西北风 体感会更寒冷 不过8号白天 这次降温过程将结束 各地气温也将会缓慢回升 记者王子焦 富刚报道 前两天本溪火车站前 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机查 布控系统突然发出警报 这是发现了车辆套牌 假牌还是车辆没年减呢 交警同志一调查发现 这个报警还真是有新内容 经核查 这辆黑色吉普车没按规定检车 这类情况在交警执法过程中并不少见 但司机执意不出示驾驶证和身份证 是什么意思呢 山字旁的锐字字典上也没有啊 再追问 感情 名字和出生日期都是司机自己编的 交警决定带司机回交警队调查 这时坐在副驾驶的老年人突然下车了 老头当时心脏病突发 而之后我们给他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之后进那个医院抢救和检查 什么毛病没有 没有病 确定没有病 老人没事 但越看这位司机越有事 咋这么眼熟呢 原来这名司机一直没考取过驾驶证 从发现交警那刻起 他就想好了对策 老人称病也是剧情需要 理由有了 对于无证驾驶的后果 这位也想好了 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还得改婚期 我们真希望这位看起了好像满不在乎的小伙子 你能长点心行不行 你可得记住了 这要是出事你可就谈上大事了 好 最近同样被警察抓个正着的还有安徽的一位男子 前两天在安徽的蹦步街头 民警正在进行排查的过程当中 这名男子突然间挣脱之后撒腿就撩 那甭问肯定是有事 年近50岁的民警徐伟 一个劲的是紧追不舍 终于将人抓获 画面中追着可疑男子的民警 是邦步市公安局龙子湖分局 巡防大队民警徐伟 当天徐伟和同事接到邦步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指令 在智维路东段有一可疑男子疑似网上追逃人员张某 前一天跟他正在打电话来 我们上去了 就进行盘查 询问 询问我以后呢 他将长见的是他哥不知道 因为当时无法确认男子身份 徐伟和同事只好将该男子 带到龙子湖公安分局刑警二队做进一步调查 下车的空档 该男子借故突然拔腿就跑 徐伟见状立刻追了上去 当时追的时候呢 我在想啊 这个人的身材比我高比我高 还年轻 当时追到那跑控制 我就采取一些战略措施 据了解 徐伟还有几个月就50岁了 曾在山东藻庄当过侦察兵 平时经常练习跑步和勤拿格斗 就这样 徐伟追着该男子跑了约一公里后 该男子因体力不支 慌不择路钻进了菜市场内的一家店铺 被紧追上来的徐伟当场抓获 经警方核实 该男子的确是网上追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 目前张某已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 其实呢也并不是所有警方的抓捕过程都需要斗勇 日前呢 南京铁路警方破获的制犯假火车票案就需要斗志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警方的侦破过程 12月初 南京铁路公安处利水站派出所接到旅客报警 称自己在网上买到了假火车票 经过侦查 警方将正在寄售假票给买家的嫌疑人李某抓获 铁路民警发现 这些假火车票不是李某一个人制作完成并贩卖的 他还有一个在湖北的上线张某 南京铁路警方派员赶赴湖北 在张某家中将他抓获 近日 11岁浙江温州月轻男孩黄某的安慰 一直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 家人还曾悬赏50万求线索 昨天凌晨2点30分 浙江省月轻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月轻公安通报称 月轻市宗男孩黄某已于12月4号22点48分找到 警方确认其人身安全和基本健康 10月30号19点13分 月轻市公安局接市民陈女士报警求助称 其儿子黄某于30号下午在城东街道某小学放学回家途中失联 接报后 温州月轻两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高度重视 立即启动重大警情处置机制 全方位开展查找工作 经初步查明 此失联事件是该男孩的某家属故意制造的虚假警情 事件原因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此外从月轻警方处得到消息 孩子的妈妈确实已被警方控制 接下来呢 浏览国内大事 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中国多家机构联合组成的彩虹鱼2018马里亚纳海沟海事与科考团队 以彼达西太平洋第一个深海战位 4号成功进行基于我国北斗卫星通信系统的4500米级大深度抛面浮标海事 今年7月至12月是人民银行整治拒收现金工作的集中整治期 自该工作开展以来 全国共处理拒收现金行为602起 经约谈 政策宣传和批评教育 558起已全部整改到位 44起正在处理过程中 整治焦点集中在政务和公共服务 水煤电缴费 新零售 交通类 餐饮业 景区等人口密集和涉外场所 中国民航局5号披露 中国民航4号晚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完成基于平视显示器的跑道试程90米 低能见度起飞首次验证是非 此次验证是非可解决首都机场80%的 低能见度下的航班离港问题 进一步提高航班正常性 12月4号 信息安全公司火融安全实验室发布消息称 近日爆发的微信支付勒索病毒越演越烈 边勒索 边窃取支付宝密码等 对此 腾讯方面表示 以第一时间对所设勒索病毒作者账户进行封禁 收款二维码予以紧急冻结 有业内人士表示 此次的勒索病毒造成的影响有限 但是勒索病毒难以完全根治 用户需多加防范 5号 浙江省高考英语科目加权复分情况调查结果公布 经调查 此次高考英语科目加权复分是一起因决策严重错误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 浙江省政府责令该省教育厅厅长辞去职务 并取消这次考试的加权复分 恢复原始得分 6号浙江将重新发布英语考试成绩 法国总理菲利普4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宣布暂停上调燃油税 他要求未来的示威活动必须和平进行 菲利普表示 包括燃油税在内的三项与油价相关的税务上调计划将推迟6个月 此外 今年冬季不会上调电价 好 接下来那稍事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最浪漫的是 拉红包车带老伴逛街 老夫妻浪漫瞬间献煞一街行人 危难险身手 男子吕图劳顿突然疾病 急救援一颗糖化险为夷 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这个难受 看不见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您继续关注 话说去医院看病啊 本来就不算是愉快的经历啊 除了体检之外 你说谁健健康康的愿意往医院走呢 湖北黄岗的患者王某遇到这事 让他更糟心 我给你讲这怎么回事啊 缴纳了两千块钱的治疗费之后被推进了手术室 但是呢 这个时候医院又通知他说 你还要再交两千块钱 你说手术都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也不能停下来啊 不得已 王某只好把这个银行卡的密码告诉对方 等医院的工作人员就取出了一千七百块钱之后 他才顺利地完成了剩下的手术 你说这算是什么事呢 救死扶伤 医者人心 这哪儿去了呢 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对不对 事后呢 经过相关部门的调查调整 这个医院被警告 而且罚款了三千块钱 要我说这都罚得太轻 就这样的医院你就吓回可不能再去了啊 你说碰到这事比得病本身还吓人 对不对 不过呢 咱们话也得说回来 这样的医院毕竟是少数 碰到这事呢 也不是普遍性的 接下来咱们传承了点正能量啊 咱们认识一群有爱的医护人员 最近在陕西宝基中心医院 一位患者马上要手术了 那家属啊 也是求医心切啊 大伙也能能理解 这家属要是不干点什么事的话 可能心里不太踏实 于是呢 就找到主管医生李鹏 愣是给对方塞了一个红包 这李大夫一看 这还挺厚实的 怎么办 马上要手术了 暂且收着吧啊 各位 听好了 我这个说的话是暂且收下 因为他考虑一个患者当时的这种心情 而且李大夫清点下这红包 少说得5000块钱 再怎么样 这个时候他也不能真收 谁承想呢 这李大夫反手一个真的操作 是让护士长把这钱冲进了患者的住院费里 拿到收据之后 那患者感动的呀 我就不说什么了 说到这块其实我都挺感动 真是好大夫 这波操作咱们可以给满分 对吧 好 结婚领证 这也是件好事 但是呢 卢州有这么一对新人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领证的时候被拒绝了 为什么 原由告诉各位 这位准新娘的照片啊 修得有点过了 下巴特别见 都跟本人不太一样了 拍照的时候呢 还化了点妆 看起来简直是判若两人 你说这么大的差异 移民证据的工作人员当然不能同意了 人家说 结婚登记的时候 这个照片可以自己来提供 但是呢 你必须符合证件照的一系列要求才行 比如说 不能用合成照 不能用艺术照 婚纱照 这都不可以 爱美之心 咱们是可以理解 但是你别玩得太过了 对不对 软件下的你 可不一定是真实的你 生活当中啊 特别是结婚过日的 咱们还得是真实一点 你说是不是 说到这个软件 现在还有个软件特别流行 就是运动软件 如果大伙是要在手机里看哪个同伴要走了一万多步 朋友们肯定会点赞 但是接下来咱们要认识这位快递小哥 人家只有一条腿 但是每天要走四万步 他是谁呢 他是重庆人陈登超 小陈在十二岁的时候 因为小儿麻痹 左腿完全萎缩 现如今只靠着一条腿和一副拐杖走路 小陈说了 自己从来没抱怨过 老婆 孩子就是他的动力 父亲的责任和丈夫的责任 让他必须坚持扛下去 在错证面前 常叹一声很容易 但是在错证面前 能够抬头挺胸 这事还真不简单 所以为小陈这个不服输的认劲点赞 他说生活中需要坚韧的毅力 也需要事实的浪漫 有一句歌词说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那在石家庄呢 有这么一对浪漫到老的夫妻俩 他们那些浪漫的事 真是羡煞了一阶的人 咱们一起来看看 叔叔 你这是干什么呢 拉黄包车的 拉黄包车 那后面坐的是谁呀 住楼板 自己坐的还是定制的 还是买的呀 买的 买的花了多少钱呀 一千多 一千多啊 多少块钱 我这黑的温度小陈 这是老人老大 说妈妈坐机车做饭了 船也坐了 火车也坐了 飞机也坐了 是吧 我这个 我跟妈妈没个这个 这妈妈练练腿 妈妈也做个 你练比妈妈的怎么样 我现在回头绿高 你拉的多好啊 羡慕吗 我好 羡慕啊 要不你也来一个 行行 我来一个也拉着我老板 我老人老板 周边沙哑黑酒 说到了浪漫的爱啊 也许很多帅真的东北小伙子不太懂表达 说来说去呢 都是那么一句 我听媳妇的啊 其实啊 这也是另外一种浪漫 不过呢 听媳妇的话没错 可是你得听明白说话的重点在哪啊 最近呢 本夕有一个小伙就听他媳妇劝他了说说 你别在家喝酒啊 这小伙就记住了 不在家喝是吧 那我出去喝呗 结果大伙猜猜他跑哪喝去了 前不久在本夕 一辆小轿车大晚上的围着小区一个劲的转圈 没接人也不送人 这玩的是哪出啊 从哪开过来的 我这走一圈 踏着一下车好家伙 满车的酒气扑鼻而来 车里的空酒瓶散落一下子 交警马上对这名男子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看一眼 八菜是多少 每百毫升雪雪雪雪雪降含量 八菜好贺 是最佳 这前最有假机车了 最佳 对 超过八十了 你到底喝几 движ 两边 刚喝的 我看你当时在车里屁油槽画不知道到底 passen了 媳妇不让在家喝酒 于是自己就下楼买几瓶酒 在自己车中开始喝酒 然后这个心情正不好的时候 在自己家小区附近开始钻钱 没想到钻钱过程中就遇到我们了 媳妇不让在家喝 就在车里喝 而且还边开车边喝 这真是借酒交愁 愁更愁 再回交警队的路上 小伙开始担忧起自己即将面临的处罚 天天关注还以身是法 经鉴定 这名男子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120毫克 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将面临拘役一至六个月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五年净考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哎呀不知道这小伙的语文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 你媳妇那在劝你少喝酒呢 结果你给断章取义抓错重点了 这领会错一点 后果可是很严重呢 接下来要说的武汉这个醉酒司机也真是不一般 竟然开车的时候打起了瞌睡 让车处于无人驾驶的状态 在路上滑行 你说这得多危险呢 10月24号晚8点 一辆银色富康轿车驶入武汉市转阳大道 创业东路路口转盘后 就明显减缓了速度 最后在路中间停了几十秒 然后又缓慢行驶了一段 最后在路边停了下来 这奇怪的一幕正好被路口直勤的巡逻民警发现 担心司机突发疾病 民警赶紧上前查看 原来这位司机是喝多了酒 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 民警帮助司机宋毛把车开到路边 同时通知交警对宋毛进行酒精检测 没想到宋毛却说他没有开车 经过酒精测试一检测 宋毛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14毫克 确认为醉酒驾驶 随后宋毛被移交武汉市公安局 交管局最佳办案中心做进一步处理 我们节目曾经报道过 沈阳市苏家屯的一位红十字急救援 在家里将突发心梗的丈夫 从死亡线上救回的这样一条新闻 最近这位急救援尹玉宏大姐 又成功地帮助一位突发疾病男子化险为夷 事情还要从12月3号晚上7点20分说起 中国红十字急救援尹玉宏 正在参加一场公益活动 席间他去了一趟卫生间 发现洗手池旁一名40岁出头的中年男子 有点异常 发现他的时候他是面色苍白 大汗淋漓的 头盒都已经湿了 然后站立不稳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这个难受 看不见 男子呼吸急促脉搏变弱 凭借多年急救援的本能 尹玉宏初步判断 不是突发心梗 就是急性低血糖 但男子说自己没有任何病史 就是不舒服 说话间 男子越来越严重了 站立都成了问题 尹玉宏喊来保洁员搬来了椅子 让男子有个依靠自己赶紧打电话救援 找一个专业人士来确定这件事 然后我迅速给这个我们医院的张主任 张春华主任打电话 查明了这个症状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他就标击一遍 然后就在卫生间附近 突然的出现 然后像虚脱子 面色苍白 这个一个是一般的心血管病 心脏病可能先大 再有你就是能不能出现低血糖 还有呢就是能不能用低血压 一般的情况下是这三种可能 然后他因为他在那个地方 什么检查也没有 我说呢你赶紧给他喝一点糖水 或者是饮料什么的 然后继续救你 赶紧送医院 这个时候这名男子 亮亮呛呛地走回到了餐桌 来不及找糖水 尹玉宏从包里拿出一块糖 喂到男子嘴里 没过多久 男子的双手不再颤抖 额头上的汗也明显少了一些 眼神也变得清凉了一些 在尹玉宏的坚持下 这名男子被朋友带去了医院 尹大姐后来听说 医生诊断的结果 和他推断的基本一致 男子是旅途劳顿 加上气温骤降 引发了严重低血糖 而且心脏确实有疾病 小小的一块糖 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那还有就是建议 大家发生身体 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要自行先往医院 一定要打120 专业的医生 专业的救护 那有这个设备 有这个技能 来为生命保驾护航 记者孙军同号报道 稍时休息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稍后您将看到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视角超震撼 无人机掠过火山口 从空中拍下火山喷发过程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您继续关注 12月1号的上午9点多 在大广高速赣州市境内 往广东方向发生了一起 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其中一辆货车上装载了 大量玻璃散落一地 造成了滞留车辆长达两三公里 告诉交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理事故 两辆货车首尾相撞后 车身受损 散落的玻璃占据了整个应急车道 三名伤者坐在护栏外 这个手受伤了 还有几个人受伤 你是小货车的是吧 是不是 这边三个人是吧 随后 伤者被台上120急救车 送往医院治疗 为了维护好现场的交通秩序 民警拉起了警戒线 但就在这个时候 在距离事故后方500米处 居然有人在应急车道 跳起了广场舞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法律规定 在高速公路遇到拥堵 行人是不得随意下车走动的 不单影响了救援车辆的通行 自己的人身安全 也是没有保障的 于是 民警立即制止了这种行为 据了解 此次事故中的伤者并无大碍 截至当天中午12点 现场也清理完毕 大广高速南下方向 恢复了正常通行 高速事故让人胆战新兴的 下面这个视角也是让人直冒冷汗 最近位于秘鲁南部的阿里基帕省的 萨班卡亚火山再次喷发 在喷发过程中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派出一架无人机飞掠火山口 从空中拍摄下火山喷发的过程 这架无人机配备有传感器 可以监测火山喷发出的火焰 岩浆及其携带的气体和颗粒物等 科研人员希望通过分析这些数据 对火山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这也是秘鲁科研人员第二次利用无人机 对喷发中的火山进行观测和视频拍摄 接下来呢 关注更多省内新闻 一起来看百秒辽宁 12月5号由辽宁银保监局 省银行协会发起成立的辽宁省银行业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基地在沈阳挂牌 基地采取线上加线下的运行模式 即融资服务 政务服务 信息服务等功能为一体 为全省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力争在辽宁省银行业内形成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合力 辽宁省百家诚信企业和优秀服务机构表彰仪式 12月5号在沈阳举行 辽宁宝来企业集团等100家民营企业 荣获百家诚信企业 盛金银行 沈阳分行等40家单位 荣获优秀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称号 博国首座3D打印树枝景观桥即将在上海投入使用 这是沈阳机床的产品和i5智能控制技术 首次应用于3D打印领域 创造了15米大尺寸件一次打印成型 25米长龙门结构高精度3D打印机 两项全球行业记录 从本月起 大连市医疗保险在我省率先将国家组织谈判的 阿扎包干等17种抗癌药品 全部纳入本市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医保报销范围 实行门诊定点公药 新纳入医保的抗癌药中 包括12个实体肿瘤药和5个血液肿瘤药 涉及多个癌种 提起渤海辽东湾里那座美丽的海岛绝华岛 就不能不提起一个人的名字 于一周畅晚渔业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靖福 这位有着30多年渔业生产经验的老船长 对绝华岛旅游产业发展做出了默默无闻的巨大贡献 今天我们就走进岛民口中的拓荒牛和领航人 听听这位65岁老人40年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海上特别亲 应该带海岛吧 人家见大海 都喜欢的大海上话 都开始从石榴开始 开始捕鱼 这海洋基本上发展的速度也非常快 捕鱼的方法越来越先进 说海里的鱼吧 也在过去相差太多 因为那时候的鱼 鱼肌肉非常高 说说海里边要枯竭了 因为它鱼到以前 那是差点天地相对 老杨终于意识到 不能再向大海索取 是保护大海的时候了 于是他搞起了海产品养殖 又看中了绝华岛的旅游前景 搞起了旅游运输 不能利用传统的方法去一代宿 来回走旧 所以我们开始开发这个游船吧 游客越来越多 后来呢 岛民一看着 吃完还挺就简直 大伙慢慢都跟着跑 都跟着这样去吃 随着政府对绝华岛基础设施的不断投入 游客也越来越多 老杨的运输船也不断升级 叫木质船淘汰 都发展钢质船 造了钢质船 钢质船造完没用几年 后来呢 因为海上陆地有洞车 海上也得有洞车 后来我们发展高路豪华客船 原来那船 钢质船得跑一小时 那木船得跑一半小时 原来那木船 现在高路客船20分钟 如今绝华岛的岛民 借着旅游的春风和老杨的大船 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岛上质朴的民风 依然传承了下来 因为不能说的 都因为宰贺赚黑金钱 这我们岛民都有个许诺 向游客许诺 绝对不能宰贺 一船百百船十丢的 都没人来了 这四十年老杨最深的体会就是 要把大海当作自己的家 自己的家就要小心经营 时刻维护 生态的环境必须得保护 不保护好 整个给环境破坏了 给岛生态破坏了 那你还先下来 本身自己都 那都录着啥了 砸自己的法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环境保护 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 你包括我们现在船吧 每个游客的垃圾袋和船上 我们都有专业去国里 去获得这事 不能给这个垃圾袋了 所以是杂物去那么大海里 这就是非常重视 国内那是越来越稳 跟以前的事 以前想赚钱 现在不 现在我们首先 就得这个环境保护好 如今杨靖福依旧像一位 国际风浪坚定执着的领航人 也领着绝花岛旅游业 这条航船 是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自由太突然 货车下坡踩急沙 一群毛驴坠下车 拯救发际线 脱发门枕90后占一半 怎样做才能解决问题 中间的高方 如果辨证的好 效果也是不错的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您继续关注 最近一辆载着40多头毛驴的货车 由内蒙古去往山东 这个路程当中 因为在一个下坡的时候 急沙车导致车上的九头毛驴 直接冲出了车厢 一点防备都没有啊 驴儿们这样的自由 就随意的来了 当时到底啥情况 前面是过这条的 前面有一个小车踩急沙车 踩急沙车 我这个就是 下的一波速度也快 就掉下来了 事故发生在G6 京藏高速公路内蒙古新河线路段 这是一段长距离的下坡路段 由于前后两车速度都比较快 前方小客车踩刹车 导致后方大货车驾驶员急刹车 驴冲出了货车车厢 散落在高速公路上 为了尽快处置现场 交警叫来了吊车进行协助 半个小时后 散落的驴被拉回了货车车厢 交通恢复了正常 这车呀不能乱停 尤其在不该停的时候 停了就非常的危险 可是安徽的一位男子呢 不以为然 最近他因为蓝亭公交车未果 竟然将愤怒的拳头 挥向了公交车司机 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上午十点多 汪某某跟在其他乘客的后面 上了公交车 上车后他边骂 边将拳头挥向了公交车司机 吴师傅的头部手臂等部位 整个过程持续十多秒 直到其他乘客上前劝阻 才将这名男子拉开 据涉县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 汪某某殴打公交车司机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公交车司机 吴师傅正在掉头 他挥手拦车 司机没有停车 而是适宜他去对面的公交车站等车 吴师傅遭到殴打后 立刻向当地警方报案 警方随后介入调查 汪某某的违法新闻 以构成群性知识 违法中华人民广告 自然管理除外法第26条 第四项制规定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这个任意有点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依据其规定 对这个汪某做出 这个行政拘留13日的执法 最近呢 在长春也有人跟公交车过不去 在吉林大学南校区315站点 一个大妈拦住极大南校 高新二路公交车不让发车 就在3号晚上 公交车站台也是这个时间 这位大妈也拦住了315路不让发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电话采访到315路公交车车队队长高先生了解情况 吉大南校这个站台上 一共有4条线路在这发车 不属于那种港湾市站台 然后我们家这边是有3条线路在这始发站 站在那里吧 就是等哪个线都有 然后那个尤其是往高方的时候 往高方的时候我们家车 就是进站的时候 因为那乘客哪都是 然后就上来往前跑 然后可能年轻一点的 跑得快就上车了 然后那个阿姨吧 然后就是上车就没有坐了 她主要就是想要坐 不管如何你就是 对你只要是给我赏个座就讲 当时我们的管理员也去了 劝劝劝说那位阿姨了 你去趟坐不上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 给你送到下一辆车 给你赏座位 我们 приобр愿的慢慢的 我 cant 세